为提倡环保八德市长何正森积极向环保局争取电动三轮自行车20台 作为扫尖人员之代步工具并举行启用仪式 由桃园县环保局长陈世伟市民代表会主席陈松福 各级民代共同主持见证颁证仪式 市长何正森与环保局长陈世伟都说 这款电动三轮自行车拒审时省力减少空污是环保的好帮手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环保局拨用我们20部电动节能减碳的三轮车 这个扫街的三轮车其实我们就是扫街人员骑着我们电动的扫街车 到我们的每一个小巷子里面去扫街 那当然过去我们都是骑摩托车 然后后面装一个篮子这样拖着走 那扫一扫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篮子里面 那今天能够有这种电动补助的这种三轮车 我相信对我们扫街人员的体力来讲 可以说是节省了很多 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的这个环保的这些精兵能够站在第一线 这样虽然过去都在扫地 但是现在有这个身材的一个器具更让他们能够更方便 所以我们未来在工作上我想可能更落实做的会更好 那未来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经费 都朝向节能减碳这个大众绿色运输的一个绿色运具的方式 来补助给我们清洁队员 所以在未来的几年只要公所这边来提出这个需求 我们尽快把这个需求量都补足了 那也希望各公所能够尽量的来跟我们推广 使用电动的三轮车 谢谢大家